欢迎收看年代高峰会 只说真话 不讲废话 我是高文英 我是林坤峰 我们提到司法改革 蔡英文总统他现在决定要亲上火线 他要站上第一线 这个职务叫什么 他要亲自担任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召集人 他要领导司法改革 不过他心中属意的人选两位 一个是许总理 另外一个副院长 期待的人选是蔡总敦 很多人讲说 其实这两位比过去双双请职的 谢文定跟林警方来得好 真的是如此吗 以及这一次总统亲上火线 对总统来讲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民调已经出来 包括上任满百日民进党 可以说没有蜜月期 整个部会 你看到陆陆续续重大的议题浮现 不管是前朝也好或长期以来 台湾的陈和也好 你可以看到蔡总统现在有点体育奔命 而接下来下个礼拜要浮现的人事问题 除了文英刚特别提到的 政府院长在司法院的人选方面 有没有跟党内充分沟通呢 而另外你看到不当党产的处理委员会 9月要上路里头的委员 各个可能他们的身份曝光之后 也会引发议论 现在总统几乎在每个议题上 都亲自出手 真的是当得不容易 好 首先介绍今晚来宾 一起来欢迎立法委员许郭勇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立法委员刘兆好 主持人大家好 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请听在地的声音 介绍我右手边三位来宾第一位 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 李明显 大家好 稍后加入新北市议员邱廷伟 好 VCR里面我们看到 这两位真的会比谢文定 跟林警方来得好吗 好 事实上这个三权分立 司法权尤其重要 但是十月的司改会议之前 总统提名的第一次司法院 政府院长因为有争议 最后撤回了整个提名 而现在新任的人选浮现之后 有没有跟党内充分沟通 民间似乎对这两个人的争议 可能比较少 他是司法院长呼声最高人选 台大法律系教授许宗立 刘德法学博士 当过台大法学院院长 更特别的是 曾在2003到2011年 当过大法官 徐宗立在法学界地位崇高 市立委黄国昌 改革派法官秦建荣林梦煌的老师 原本就有不少声音 希望他担任司法院长 蔡总统一度担心提名他 是否有大法官不得连任的违宪问题 但他已经卸任五年 再提名大法官可解释为回任 而非连任 副院长任门人选 则是最高法院法官蔡总敦 具有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多年实务经验 也是法官法的主要推手 不过就像之前林警方被提名 多少有性别平衡考量 司法院副秘书长张琼文 也传出有可能出现 无论如何总统府将在9月前 跟其他五名大法官人选一并提出 好了议员这个是许蔡沛 如果说像是绿营立委是肯定的 可是外界拿放大镜检释说 其实这两个真的有比之前请辞的 那是文定跟林警方来得好吗 你看学者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绪宗立跟蔡总敦 司法院政副院长新的提名 包含总统自己都青上火线了 这个受期待的人选 这两位这一次 有没有办法真的是大刀阔斧 而且你不要去受到过去的影响 这一次真的能够做的什么 我在讲司法院长跟司法改革是息息相关 然后缓缓相扣 所以人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高达七到八成的人 不信任 这叫做司法的最大问题 那属于在说 人家在说有钱破戏没钱破戏 有钱有杀人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钱没杀人 有没关系就有关系 这叫做司法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人民 他感觉到无奈 跟他的感受 所以司法改革就非常重要 那司法院长也就是缓缓相扣 我们回想一下 从今年520 小英就职的时候 他在演讲里面 其中的司法改革 掌声如雷 前场燃起一个司法改革的希望跟期待 可是这才是真正人民的需要跟民意的主流 所以司法改革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司法改革跟司法院长非常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院长当然是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想要改革的来当任司法院长 这样才有办法担当司法改革的一个主动者 我在想 原来提名的谢文定跟林警方正副院长 我就感觉到很奇怪 提名以后朝野 邪术 司法 连换例的立法委员都不认同 那我就感觉到很奇怪 你们到底在反对蔡英文 或者反对司法院院长 我看不清楚 那我更纳闷的一点 就是谢文定跟林警方 这两个我都不认识 可是我看来看去 很简单啊 现在要提喜忠利 大家还不是一样 司法垄断 那我感觉到很奇怪 他缓弹小吗 所以我现在要问这些缓对的人 到底谢文定跟林警方 他到底有什么过错 到现在为止反对了半天 他也讲不出 谢文定到底什么地方做 这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代表 刚才我所讲的 到底你是反对蔡英文 或者反对司法院长 所以这个就可以大家来探讨一下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 一定要去改变 不要道听途说 就入罪于他人 议员会不会是 其实上任百日 大家说就跟过去科癖一样 大家对蔡总统的期待非常大 期待越大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看好像总统 现在声势没那么高了 所以丢什么东西出来 就管他的先K再说 其实我们说实在 司法改革是大家说 内行的内行的改革司法 但是外行的也有可能有好的思想 可以改革司法 所以我们就先来探讨谢文定 我问了老半天 问了反对的人 他说你反对谢文定什么 他自己也不晓得反对什么 他倒听途说 就像很简单啊 我有一段时间 不是国民党的党值 转换 转换这些公务人员党值 转换公职 这个问题 我们宋先生也是打的 也是中签啊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党值 还好我看到我们用格在上节目 他也这个这个 指持正义啊 讲出真信话 说宋先生根本没有党值 转公职这个问题 可是打的他也中签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社会上 我为什么要指责 谢文定到现在做错什么 也没有人讲出来 可是就是反对 那我就感觉很奇怪 所以我还是希望 司法改革全民一定要冷静以对 司法院长本来就是总统的权力 他提出来真的不行 那我们提出市政 才去证明他不行吗 那如果没有 不要因为提任何一个人 就变成反对势力那么大 所以质疑这些问题 我认为有三个问题 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下 第一个 金无戏言 小英提名司法院长 然后就有人来做这种 来做这种反对 那我平安心讲 我自己认为司法院长的提名钱 好与坏 小英你要付钱责 到底加分或减分 小英你要付钱责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尊重 总统的提名钱 第一个 我想小英你当然也要负一点责任 既然司法院长这么重要的职位 你草率就定了谢文定跟林警方 你为什么这么草率 这第一 第二 用人漫无标准 还是禁止跟马银九妹两样 禁止里面找人 第三 会不会被民间的这些司改团体绑架 或者刻意的这些反对 这很重要 既然司法改革 连这些民间的司法团体 都要改革下去 因为他的想法要正确 才有办法去改革一个 真正台湾的 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司法改革 所以所以不会这些 那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去探讨 民间的司法团体 有没有绑架蔡英文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探讨 最后一个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虽然这些这个谢文定跟林警方 这些已经平息 但是我还是希望现在提名的 不管我们小英要提谁 包括喜忠利也好 包括蔡九敦也好 那不管是谁 我认为既然可以被提名 他一定有他法协素养 跟他地位崇高的一个部分 我想人绝对没有实浅实媒 我还是希望在总统府 既然提名以后 你就利益要做 你就做到底 那不能是只有做半套 第二我还是要提醒我们 现在蔡英文总统 你不要过去你们换例的时候 一直在批评人家那个蓝营里面提名的 施永清副院长也好 说这跟马英九有关 但是我看你们要提这个大法官 五个大法官当中 也是有你们申利在申利这些人啊 那要不要去避险 这个要考虑一下 最后我还是希望 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国民党一样 所以你要有一定司法改革的高度 让人家全民去肯定 民进党的司法改革 跟国民党是不一样 这样台湾人民才会觉得 民进党是进步的 好这次提名是两个人选会欧帕吗 有没有可能是像议员讲的说 是反对司法院长 还是反对蔡英文呢 这一次感觉上就是司法团体在绑架 蔡英文总统是这样吗 其实过去这两位当事人 谢文定跟林警方 他们两个其实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我不要受辱 所以我双双请辞 而且很快获准了 重点是总统对于司法院长的提名权 其实过去非常罕见 撤回提名 对于这个蔡总统 其实黄老员有人说 包括整个民调的反应度上 我们必须要正式来审视的是 对于人才的任用 似乎他的不满意度 是超过满意度的 换句话说 大家会觉得说包括之前 你看到新内阁的成员 虽然要求稳 但是没有亮眼的成绩 那现在变成说是大家轮流在救火吗 还是总统每个部会都要来擦屁股 那接下来你看包括不当党产委员会的 这些委员的人选 马上就要曝光了 包括政府的这个司法院长 蔡总统怎么样才能够 不会沦为一个永远在收烂摊子 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您刚刚提到 大家刚刚有提到说蔡英文内阁 或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蜜月期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蜜月期 现在是小月期杜小月 大家好像一刚开始上路 新政府一上路好像就蛮亮腔的 而且好像在一片的撒伐声中 一下子这个被骂 一下子那个被骂 我觉得其实以我们一个小孩子来讲 小孩子如果说他在成长 新手上路也好 或者说他才刚踏入社会也好 年轻人他如果受了一些鼓励 即便他可能做了 刚开始不是很守守 然后他如果是 大概是在一个鼓励的这个氛围里面 他也许会更努力 旁边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如果大家都很努力的话 他就会往良性发展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以这次的司法院 政府院长的提名来看 我必须非常非常仔细 而且很慎重的说 以谢文定来讲 大家对林警方 当然学术界对于论文 什么叫什么标准叫抄袭 什么标准叫做这个有疑似抄袭 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明白的红线 清楚的红线 只不过大家对这个红线 有时候解释是往东 往右 有时候解释是往左 这个红线好像一会儿又变得比较模糊不清 但是事实上在学术的认定 学术论文的认定来讲 这个所谓内文出处的引用 是有一条很清楚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林警方副院长被提名人 他那个部分是争议比较小的 但是谢文定一刚开始就讲说 哇他那个是这个戒严这个所谓的戒严时期的一些政治案件的什么政治打手 你举出例子来 我一直没有看不到 我一直看不到例子 所以对于谢文定荣获他的检察官性格 他的酷立性格 有些人有些看法 但是如果说他是从迫害 政治迫害 或是政治迫害的打手 这个我觉得我愿意看到更多的这个证据 这就是这个戒严的戒严